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到处都有大量的纪念活动 也有很多分析 政治分析 咱们细节就不谈了 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一点感悟 我觉得李克强他死一定不是自然死亡 也就是说他这个病 李克强现在公布出来的心脏病死亡 一定是被某种形式的设计出来的 也就是说他这个死应该是一种谋杀 他作为一个退休的政治人物 那么他在民间还有一定的政治影响力 尤其是他跟这个胡锦涛的关系 跟共情团的关系 跟团派的关系 这个会被习近平有所忌惮 那么假如说我们初步判断他是政治谋杀的话 那么是不是习近平下的命令呢 这个现在还不敢完全判断 但是就算习近平自己没有亲自下命令 非常明确的命令 把他弄死 但是不排除另外一个更大的可能性 那就是狗腿子干活太积极了 有的时候皇帝不急 太监急 这个在历史上 狗腿子错误理解主子的命令 导致凶杀案 导致政治谋杀案的这个发生 然后深刻改变主子的政治命运 这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 1913年春天在上海火车站 发生的那个宋教人刺杀案 宋教人刺杀案直接导致革命派 也就是中国国民党 这个推翻满清的那个革命派 和这个斡旋 斡旋这个谈判者 这个袁世凯为代表的实力派 直接导致这两派的彻底分裂 那么这一分裂呢 不仅仅对于袁世凯个人伤害极大 那么对于中华民国的国运 也是一个极大的伤害 所以从此国家陷入了长达 上百年吧 这个内战 分析中华民国建立以来的这个国运 你别忘了中华民国 他的这个内战其实一直就没有停止 我说这个话呀 今天台湾的关系和大陆共产党政权的关系 也可以用这个大的内战没有结束来叙述 这大家同意吧 但是但是现在人们因为由于没有历史感 没有这个宏大视野 没有这个站在月球上 看地球的事的这个功力 所以一般人 讲到海峡两岸 这些冲突也好 这些矛盾也好 这些啊这些中共国台办这个老吓唬人的啊 叫嚣要武力解放台 他不把它放在一个从1913年开始 中华民国所谓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就陷入了非常深刻的 而且持续不断的内战当中啊 这个内战的概念 大家一定要记住 所以什么叫内战 就是自己人打自己人吧 这个是过去一百多年以来 确切的讲是110年以来 从宋教人被刺杀开始 我们中国人就被内战所劫持了 就是我们中国人就开始倒了大霉了 分析为什么1913年宋教人死了之后 为什么非要进入内战不可 这个很复杂 这是个很大的题目 而且而且这个这个双方啊 不同观点的人的这个意见很强烈 往往就会吵起来 就开始骂娘 这个就没啥意思 咱今天不讲这个啊 咱今天主要是讲关于宋教人这个谋杀案的本质啊 那个官方的说法的话啊 是说这个案子还是一个历史的遗案 也就是说没有百分之百的被各方都认可 这个案子到底是怎么回事 没有啊 没有 那么我这儿呢 我这儿是加了一点我我的私货 我认为则我这儿已经破了案了 我认为就是呃 任何铁证啊 那么呃 袁世凯作为一个大政治家 那获了一辈子在这个非常险恶的啊 这个满清的这个宫廷里面 而且军队也好啊 在这个呃 这个宫廷里啊 这个这个他往上爬的过程 他是一个老政客啊 他当然知道在那个时间点上如果他真的下来命令刺杀宋教人的话呢 这个对他是政治上是不划算的 所以他他没必要 但是他有充足的动机他要绝对控制宋教人也就是他要让宋教人意识到你跟我啊 你当我的这个内阁总理啊 我当总统啊 但是你不能给我胡来 你得配合我 否则的话 哎 我把你的黑材料给爆出来 这就是我们现在来讲 因为2017年出了个郭文贵吧 这就是郭文贵的手法 那当然郭文贵 不能说郭文贵 咱应该说袁世凯的手法 郭文贵后来学到了 这是流氓政客的手法 他让他的大舅哥 红树组亲自执行这个事 当然有的时候通过赵炳军 国务总理赵炳军啊 赵炳军和红树组都是一直待在北京待在这个国务院 待在总统的身边 凶杀案发生在上海 那么凶杀案的实际操控人和执行人啊 是这个应贵心 这是上海的一个流氓 他就很想跟北京的政治高层拉关系 咱们可以把英贵心啊 以及他顾的那凶手 把他统称为袁世凯的狗腿子 实际上是狗腿子错误的理解了 啊这个 袁世凯的大舅哥 啊这个红树组的命令 那个时候交通得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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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很啊很落后啊 主要是通过打电报啊 这个双方理解的啊 这个这个啊 这个惩罚送交人的这个力度没有拿点好 那么今天就没有这个情况了 那么今天李克强总理呢 他死在上海 其实你们仔细梳理一下李克强的这个从政经历啊 以及他得罪过谁 他批评过谁 谁对他有可能寄头 你就发现上海绝对不是李克强的福地啊 注意福地的概念啊 呃 甚至说上海是他的危险之地 他要真懂孔子的话 威邦不拘啊 这个地方我不能去啊 我去那干什么呀 我没事 我在北京待着啊 我可以去深圳 我可以去广州 我可以去武汉 我可以去南京啊 我干嘛去上海啊 上海没有我的真朋友啊 上海都是习近平的狗腿子在控制着 那么注意啊 你要想理解 李克强在上海被啊 被心脏病啊 死亡 或者说被谋杀 或者说被刺杀啊 你把它比喻成啊 宋教人在上海1913年被刺杀 那么当时全国人民都知道啊 不仅仅是国民党人 不仅仅是这个黄兴 孙中山他们知道是袁世凯干的 呃 几乎 当时的记者 知识分子都觉得应该是不太可能 不太可能别人杀了这个宋教人 啊 就只能是 呃 这个袁世凯 那么当时上海租界的法院审这个案子的时候 是相对公平公正的啊 啊 那么在搜集证据的过程中啊 那么袁世凯的人啊 包括红书组啊 包括这个赵炳军呢 他都是不配合的 那不配合就显然唏嘘吧 对吧 而且当时让他来啊 来出庭啊 或者提供这个啊 取个证什么 他们都是不配合的 那么这这个这个是被法庭点了名的啊 国务国务总理赵炳军和这个内政部长秘书吧 就是呃 袁世凯的这个大舅哥 红书组最后这两个关键证人都被袁世凯 杀人灭口啊 死得很惨啊 呃 为什么袁世凯要这么干 那就是把这个案子做成一个死案嘛 就是让你后人也没有办法破这个案子啊 我们历史上有大量的这样的案子 在历史重大转折点上 就突然间冒出这个案子来 这个案子你根本解决不了 你你后人当时解决不了 后人也解决不了 因为原始证据彻底销毁了 你拿不到证据你只能猜吧 啊 这个事情啊 从A到B发生的过程 他有好多种可能性 好多种解释 就看你分析 啊这个案情的人的啊 你的这个思路了 所以说这个这个真相啊 呃很可能就找不着了 永远破不了啊 历史很多这样的样子 我前段时间讲过一个天启年间 也就是崇祯 崇祯 崇祯 崇祯只干了17年就死了吧 就上吊自杀了 那么在在崇祯之前是他哥哥当皇帝啊 崇祯的哥哥天启皇天启年间 天启年间发生过一个壮大的在北京啊 在北京呃 呃当时那个二环里吧 二环里的西南角上我估计是西之门那一带 西之门浦城门那那那个位置啊 发生了一个重大的爆炸案件 你们今天到油管上搜天启大爆炸 你看看都讲什么了 都讲成天外来客了 哇塞那这扯淡吧 说明什么呀 说明明朝天启年间那场大爆炸 那是火药大爆炸啊 啊 当时的历史记载都是错的 真实的历史原始记录已经销毁了 后人只能当成天方夜谈来说啊 啊 那就是一个 其实就是就是一个火药库的爆炸 咱们读明朝历史的时候 基本上淡化甚至不提明朝 到了晚期实际上已经掌握了非常先进的 在当时全世界各国家比起来 也是最先进的火炮技术 从葡萄牙人那买了大炮 红衣大炮 还有先进的炮 那得需要造大量的火药 当时的火药比较简单 是黑火药 是不是一销二黄三木炭 我不知道啊 但是显然在北京啊 当时西之门那个地儿啊 西南角上啊 制造了储存了大量的 火药 那个火药不知道什么原因 爆炸 把皇帝给吓个不清啊啊 把那个呃紫金城里边的房顶上的瓦都掉下来了 那个瓦掉下来砸死太监 你想想那个那个爆炸力度有多大啊 关于那场大爆炸 他对于历史的啊 影响很少有人谈 因为主要是什么 第一大家就没有这个眼光啊 没有这个没有这个站在月球啊 客观的评论这个事情的科学洞察力 没有历史观没有科学洞察力 那你就不知道那个东西对于当时的人心 对于当时的官僚的那个那个信心啊 制造了一种无形的恐惧 那个恐惧我认为比今天 李克强被刺杀 对于啊 这个中共现在官场上这些啊 各级干部 尤其是团派的干部 所造成的恐惧啊 是大事小不好说 但是这是可比的啊 这次李克强死 可是吓坏了很多人啊 很多人到现在还没明白 真死了吗 真死了吗 为什么死了 他身体很好啊 才高60多岁 还不到70啊 他这个身体是比较弱啊 看上去有点虚 但是以他的医疗条件啊 以他的这个保健水平 这个心脏病发作是可以救回来的 而且这么说吧 就算他的心真的死了 他的心脏坏死了 以现在的医疗技术 尤其是上海 完全可以用一个棒啊 叫叫叫什么 把那个就是就是就用一个人工心脏啊 给他打着 让那个人工心脏 在工作啊 就是保证他的大脑还能活 还有血供应 完全能做到现在啊 所以说你要说中共 这么高级的干部 在上海这样的大都市啊 发生了一个心脏病 就就就就死了就救不过来 这个一般人首先要打一个问号 到底怎么回事 那当然现在啊 这个通过各种渠道啊 跟这个放出来的这个消息也是烂七八糟的 什么都有了啊 咱就不讲那些细节了 我只是从高屋建领 从月球上来评判这个事呢 给你们开拓一下思路 我认为这个是政治谋杀的可能性非常大 而且这个政治谋杀有可能是在主子和狗腿子之间 这个啊 这个通讯的过程中 狗腿子错误了 理解了主子的原因啊 就导致这个事情的发生发生啊 很多种其他的那个否认啊 说这个不可能习近平干的啊 这个李克强也没有权利了啊 他对习近平能够的什么危险啊 或者说再说了 这个那个说习近平真想 整他的话 光明正大的抓他嘛 宣布他这个那个的对吧 宣布他贪腐啊 抓嘛啊 那何必要暗杀他呢 这个有一定道理 这个说法有一定的舒服力 很多人都会这么想 但是 但是你怎么知道 李克强去上海干什么呢 那这个问题没有人能回答呀 啊 那个你注意啊 央视啊 早晨八点钟 27号早晨八点钟 报的那个第一时间强调 李克强去上海 不是这个不是那个 不是购物 不是旅游 不是享受啊 也不是这个游泳 他是去休息 注意啊 他是去休息 不是他家体育比赛 也不是他家了老年 这个扑克竞赛 也不是打麻将啊 也不是这个滑冰 他是去特别强调 他是去休息 这什么呀 这肯定是欲盖迷章吧 就让你朝着休息那个方向去 理解 如果说 李克强真的是去上海休息的话 那个疑点太多了 这是第一啊 首先上海不是他的福地 上海他没什么朋友 反而有很多敌人 因为这个狗腿子都是习近平的人 都是李强他们的人 习近平自己在上海干过 李强也在上海干过 那多少人在上海干过 对吧 这些人都不跟随李克强 知道吧 他们天天揣摩习近平 听习近平私下里抱怨 这个李克强又去敦煌去了 你露什么脸啊 李克强大概8月底的时候 8月32不是去了一趟敦煌吗 你看他的身体生龙活虎 而且被游客被围观的群众注意到了 而有的人拍了视频 所以分享出来 大家才知道 我说李克强还生龙活虎的 去敦煌干什么呀 那个地方 难道他信佛吗 有可能信佛 有很多人有猜测 反正一般来讲 你要说习近平他不太可能去 敦煌那么远 那个地儿他也理解不了 也不好看 那么李克强去 大家觉得总理好 大家对他很有很尊敬 发自内心的热爱这个人 这个对习近平是个极大的刺激 习近平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这种消息 你如果说跟习近平报告说 李克强心脏坏掉了 他的肾坏掉了 他的一线得了癌症 发炎了 膀胱得了癌症 你要跟这个说习近平乐死了 习近平从内心里边应该是巴不得李克强倒点煤 最好身体健康出点问题 你犯个错可以压压他的气焰 让他心里爽 武大郎开店吗 对吧 你李克强 你这个北大真博士 我他把清华是一个假博士 随便讲什么东西都你讲的一套套的 我他们都讲不出点经济问题了 我只能讲口号 我习近平我只能讲口号 你李克强真的能讲出一个李克强经济学来 而且外国人还觉得注意啊 克强经济学我查了一下 这有这个概念啊 他叫李和economics economics是经济学 李和economics并成一个英文单词 叫economics economics 这叫李克强经济学 或者克强经济学 克强经济学有内容吗 有 你们得搜一搜维基百科啊 克强经济学的真正的内容 回头一看的话 首先他的时间点啊 时间点就是他头五年的事 他大概一三年就开始提出来了 这个东西在国际上有一定的影响 有人把他的这个克强经济学和安倍经济学 相提并论啊 当然克强经济学的重要性 那是比安倍经济学重多了 他其中给他后人总结 连满危机百科有三点 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 第二点我说吧 第二点他是要去库存 就是要把不是去库存啊 去杠杆化 注意啊 2013年的时候 国务院在李克强领导下就注意到 中国的房地产已经失控了 中国的房地产这个泡沫弄的太大了啊 中国各地的地方财政 已经被中国的房地产 给劫持给绑架了 给他妈的上瘾了啊 就像吃鸦片一样啊 抽鸦片一样 这个中国地方财政就完全依赖卖地 这个地是谁的呀 卖了地老百姓总有一天会问呢 卖地的钱都干嘛了呀 都被他妈贪官无理弄到外国去了 通过谁啊 通过这些光贵这些人吧 通过他妈的这个啊 这个恒大的老板吧 然后让外国的啊 这个白手套一运作 然后再回投资中国 就是这么搞 等于是啊 咱就不讲那个了 就当时13年李克强就意识到 这个房地产过热了啊 这个泡沫太大了啊 他已经绑架了中国的经济 要要去杠杆化 所谓去杠杆化呢 就是打击那些借钱买房的人 注意啊 如果我非常知道 眼下的房市在未来的某一个时间点 就是未来两年之内 房市一定会增 你知道我应该怎么干吗 每个人都应该怎么办 加大杠杆啊 去借钱去贷款买房啊 你借钱付的那个利率 然后你从这个房产 这个啊 涨价的那块去掉 你还大赚吧 前提条件是什么啊 前提条件的第一 你预测房市那个走势非常准 这是第一 第二 你能借到钱 你能买到房 第三 你在房市房价冻结房价下跌之前 你得能套现 这个叫exit strategy 你得在这个习近平出手 打击房市之前 你把它卖掉 拿到钱 把自己啊 其他的草房的成本一减 剩下的就是净赚 所以说在这个 投资人 从投资人角度 你知道房市一定会上涨的话 那当然是加大杠杆吧 这是这是 这是这个小学生都一个懂的这个投资常识啊 但是李克强那个时候就是逆 逆势而动 以他总理的这个身份啊 以他总理的这个位置 就是要去杠杆化 他做了很多这个措施 回头一看都是正确的 但是呢 止住了吗 没止住啊 为什么呀 因为他没法执行下去 这是李克强作为一个北京大学的真才实学的经济学的博士 他真懂经济啊 真懂市场 这不是吹牛啊 那你也不是假博士啊 他看到了问题实在 也找对了药方啊 首先诊卖诊对了 第二药方开对了 第三药方开出来 他妈的病人不吃药 你怎么整啊 所以中国的房地产在李克强的第一个五年只没制住 所以到了今天这个已经灾难难返了 这次房地产的这个爆雷 房地这个金融的这个崩溃 拖垮整体经济 拖垮这个地方政府的财政 这个是灾难性的 谁他们都救不了 太晚了 所以这个东西呢 李克强有没有错啊 李克强的工作这个就很复杂了 这个是真正的说 你真正懂经济学的人 你认真的检查一下李克强 所谓克强经济学是怎么回事啊 这个才能够做出一个专业的评价 咱这就不讲那么深了 讲太深了 一般人也理解不了 还有第三条也很重要 第三条李克强实际上是一直推动市场经济的体制改革的 这个呢这个概念呢实际上就叫中国经济结构的改革 这就是到了2018年中美贸易战的时候 美国也向中国向刘鹤反复提三个要求 第一多买点大豆 第二怎么怎么着 第三你要改变你的经济结构 第一多买点大豆啊 第二第二大概是说你你2001年加入这个世界富人俱乐部WTO的时候 你有做了44项做了44项郑重的承诺 结果你18年过去了 你只兑现了22条 剩下22条 你根本就不对落 不对线承诺 你现在要兑现承诺 这是美国逼着 这台湾中国当然不同意吧 中国甩赖吧 那是朱镕基承诺过的东西 你到了温家宝 你不你不找温家宝 你现在到了习近平 到了刘鹤 那当然不行嘛 所以到这个中美贸易战的时候 李克强就是甩手掌柜 他就不管了 他就是当天和尚撞一天钟 他也没有实权了 习近平早就通过各种小组 把李克强的实权给他夺走了 所以说这个克强经济学的三个方面 我看外国人给他总结啊 第三条 如果照着李克强在第一个任期当中做的话 后来的中美贸易战的谈判就解除了一个很棘手的问题 永远谈不拢的那个经济结构 所谓经济结构的改革 就是让中国把国企的分量给他降低 把民企把人民创业 人民摆摊 人民像那个资博那样 这个这个烤肉 李克强鼓励这个地摊经济啊 你就都去摆个摊 都去都去做个生意 就是这些东西 这个是让更多的中国人民变成创业者 变成一个自由企业资本主义创业者 这个这个是对中国人是对中国人民是有好处的 这个当然习近平他妈的他不懂啊 习近平脑袋当中还是文化大革命毛泽东那一套 他当然理解不了吧 所以李克强这个口才太差 李克强 李克强作为一个北大的博士 没有办法说服习近平这个清华的假博士 说到底就是这么回事 说他俩都根本谈不拢 谈不拢的具体情况咱就不说了 你按说的话 这个李克强的口才 他的学识 把这个习近平给说服了 照着克强经济学做 这事省很多事 解决很多的问题 有些问题提前解决 你像房市提前把泡沫 给他戳破 把这个杠杆给他提前给他解除了 后边处理起来就相当容易 那现在就是 所以就是毁之万里 你现在就是说给李克强 甚至现在给现在给李强 给他充足的权力 他都解决不了 为什么 太难了 已经过了那个时候了 就像你得了一个病 你刚诊断出来的时候 我肝癌 核桃这么大 鸡蛋那么大 那还好吧 那给你做个手势 给你掐干干净的给你切掉 你的肝还能恢复 那这个手术可以很成功 结果你等着你的 你的肝癌已经五斤重了 你怎么着都来不及了 你做手术不可能不扩散 今天的中国的经济情况 财政情况就是已经到了肝癌晚期了 这个李克强有没有责任 很多人在谈李克强有责任 有 你说他是总理 怎么可能没责任呢 有 但是就看你怎么理解的 那他为什么不好做 他努力过 他是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 他想做的好一点 做不了 这个障碍太大了 为什么做不了 你得问活着的人 为什么李克强先死了 而不是 可惜不是他 可惜不是你 归纳总结一下 李克强之死 他的真正的噪音 背后的死亡动机 将永远成为一个历史的谜 就像宋教人这个案子一样 有人问我 洪桓先生 那个宋教人这个案子 你说的很对 很精辟啊 有点有点前卫啊 表现了一定的智商 和观察能力 因为现在有一帮 这个新长成 我估计40岁以下吧 新长成的 因为在中国现在 道德崩溃情况下 长成的这些年轻人学历史 他这个脑子是坏掉了 他把现在中国人的厚黑 想象成孙中山宋教人 那个时候的政治家的厚黑 他说这是孙中山干的 陈其美干的 这就扯大了 这就完了 这就扯大了 这个是不值得一提啊 研究历史 你要把自己还原成 你是那个时代的人 你要搞清楚 那个时代的人的道德操守 他是个什么水平 那个时候人和人 人是怎么打交道的 你不能用现在 因为现在 现在中国人道德水平 已经他妈的跌了 连这个满清末年革命者 那些道德境界 连人家的一半都没有了 过去他同志之间 他是互相照应的 那同志 具体不远 你比如这样 你是我的老朋友 比如说这个陈独秀 后来共产党 把他开除了之后 那时候老蒋还抓了他坐牢 那陈独秀早年在 两党 国共两党 还有一些这个 自由派人士 中间派人士 交了很多朋友 这些朋友 不会因为你陈独秀 因为政治原因坐牢 我就不去看你啊 想起来 你在四川将近坐牢 是吧 我他妈去看看你啊 老朋友嘛 那个时候是能做到的 你现在的谁能做到 一个民主人士 王炳章在广东坐牢 王炳章在体制内认识多少人 体制外认识多少人 你中国道理 谁敢到广东佛山监狱 大摇大摆的去 去去去见一见王炳章 敢吗 不敢 你今天李克强 突然死了 李克强还没有跟习近平翻脸 这是大家感觉到 他们的关系非常紧张 大家能揣摩出来习近平非常憎恨李克强 非常 嫉妒他 嫉妒他的学识 他的亲民的好形象 人民有很多人发自内心的热爱李克强 习近平很烦 很恼火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没有翻脸的情况下 你看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也是正儿八经的 也是高度褒奖 李克强的那些老朋友 整个求学工作当官的过程中 他认识多少人 有几个人敢站出来 真情表达他对 李克强的怀念和悼念 纪念有吗 很少 很少 我就看到一个 刚一个我记住了 就有个叫宋健的 你们搜索 健康的健 这个宋健跟李克强是北京大学同伴同学 那个时候 大家毕业的时候 每个人有个本 就是同学 每个人占一页 写点留言 那个时候宋健还保留着 李克强给他写了一个留言 那个留言反正一些别角的诗 就是假大空的诗吧 那是那个时代的年轻人喜欢写的那个东西 手写的 这个1982年1月多少多少号 就是毕业那个年 人家宋健把它亮出来了 我看微信微博都在转 就是那个时代特色的 年轻人大学毕业了 同学之间 同班同学之间的留一个真迹 知道我们以后不一定能见着了 天南海北 留个真迹 这是我亲自给你留一段言 留的挺有80年代早期的 年轻人的这个写诗留言的特色 建议大家搜出来看一看 像宋健这样的真情表露的人有几个呀 很少 说明什么呀 说明我们现在人把情意看得不重要 把自己的 这个都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把算计成自己能不能获利 自己是不是带来政治风险 把这个看得很重要 把人和人之间那种坦荡 真情表露 那种君子之风 全部都丢到垃圾桶里去了 那这一百年前可不是这样的 那一百年前的那个革命者 那不是这样的操守 知道吧 所以有些傻逼啊 就是写他把的非得说 孙中山刺杀了宋教人 为什么呢 因为宋教人 这个整合了国民党 名气比孙中山大 所以孙中山就得杀掉宋教人 问题是你杀掉宋教人 孙中山也当不了内阁总理啊 这个中华民国的啊 给这个袁世凯当那个什么呀 配合他执政啊 对吧 这不是扯淡吗 这现在这些弱智越来越多 所以李克强鼓励大家多读书 开书店 他经常讲到书店的事啊 这个很很重要 那现在这些信息时代 培养了一代弱智 就怕弱智 喜欢说话 喜欢写文章 喜欢做视频 把他妈的房间的话筒 全给站着 讲的全是弱智的话 你还不能批他 你一批他 他马上就给你翻脸 跟你记仇 你不能指点他 这什么你怎么整啊 你补充一句啊 我刚才讲到上海不是李克强的福地 上海是李克强的威邦啊 是危险之地 如果李克强有大智慧 那超人的智慧 他不应该去上海 不应该去啊 我要是处在他的位置 我都不去 为什么 上海也不是我的福地 我经常跟大家讲 我在上海读研啊 在中国科学院 上海生活化学研究所 读研究生 八十年代 我一辈子被人家害 就是在那个地方 1989年 这是深深刻的记忆 这个所以这对于我认识上海人 理解上海人 怎么跟上海人相处打交道 我是深有心得体会啊 我们的老蒋啊 老蒋 可能有的人就来歪曲 我说林宽你黑上海 不是啊 我上海很多朋友 男朋友女朋友都有 上海人我 我爱跟上海人打交道 上海人比较文明啊 素质比较高 比其他地方高 高得多 但是上海绝对不是李克强的福地 是他的威邦 因为那个地方 有太多习近平的狗腿子 想通过拍习近平的马屁 往上上啊 就是奸臣吧 坏人吧 这个李克强在上海 防不胜防 我认为一个大的可能性 这个是借鉴宋教人之死啊 宋教人之死 袁世凯 有没有干系 有干系 有没有铁证 没铁证 能不能落实 落不实 案子能不能结 结不了案 那只能说 借鉴我们古人 有一个说法 就是我不杀伯仁 伯仁因我而死 我假设我是袁世凯 当你问我怎么看宋教人之死 你以为我杀宋教人 我在阴间 我不考虑任何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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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过 我假设 我假设在阴间碰到 袁世凯 死了 咱就 相当于站在月球上 评论地球上发生的这点事 袁世凯只能说宋教人不是我下令杀的 但是我有责任 我下边两个狗腿子 错误的理解了我的话的那个意图 这个狗腿子主要是大舅哥 红树组 他一个小妾的亲哥哥 他理解错了 或者说他没理解错 他给这个上海这些流氓 应贵心 那个流氓 下命令的时候 上海那个流氓 那个狗腿子应贵心 错误了理解的 北京的这个红树组 袁世凯的大舅哥的意图 导致下手出手过重 把宋教人先生给打死了 那这个打死实际上是一个双输啊 没有赢家呀 袁世凯这个道德也受到全国人民的质疑 你袁世凯你怎么回事啊 你这点事你至于把那个 这个啊 宋教人先生给杀死吧 宋教人临死之前 宋教人厌弃之前 他自己都没想到是 袁世凯干的 是袁世凯的人具体执行 他没想到 他临死之前还留下遗言 专门给袁世凯留了一段话 让黄兴转交袁世凯 说这个大总统啊 这个事发生了非常不幸 也许你会受到质疑 受到怀疑 但是你受到再大的委屈 再大的怀疑 也不要放弃共和 国家只能走共和之路 这个是宋教人临死之前 人子将死 其言以善 就是传给这个 袁世凯 你想袁世凯看看这句话怎么想啊 这个是 这个细节是真实的 那当然他原 他他他这个宋教人 你想他都在那咽气了 躺在医院那个那个沙发上吗 都要快死了 他这个脑子还清醒啊 他想 给谁留个遗言吗 其中说给告诉黄兴 我老娘啊 没有收入 想办法接机一下我老娘 帮我养啊 这个养我老娘 有些书啊 我这个啊 读了很多书啊 都是宪政民主这方面的 共和的这样的书 有些是从日本带回来了 很珍贵 把他捐给南京的公共图书馆 就这些具体的事 这都是真的啊 所以他当时还没想到 袁世凯 会下命令 给他的大九哥 让大九哥到社会上去找那些流氓 学郭文贵 侦查他的黑材料 那些肮脏的黑材料 作为对他的要挟工具 他这个他没想到 现在回头一看 经过郭文贵这个流氓一表演 我们知道 我操这他妈的 袁世凯这个狗糙的 擅长干这个 他经常这么干 未来中国 政治家政客之间 是不是这么干 不好说啊 不好说 我看有什么尖锐问题吗 欢迎大家提点难一点的问题 我借这个机会给大家解答一下 老蒋说 这就是习近平的意思 想一想全世界 敢于从主席台上拖走胡锦涛 他什么事不敢 对 那个做的确实非常绝 从二十大 从二十大上托走 胡底涛这个命令来看 老习确实是铁石心伤 这些有人问我 说宏宏先生 你怎么理解这个明朝的李善长 李善长 七十多岁了 已经告老黄家 退休了 在家种地 对朱元璋不构成任何威胁 而且他是位高权重 而且跟朱元璋还是儿女亲家 那朱元璋为什么还得杀他呢 怎么解释啊 我对这个段子不太了解 我又得读了一下 我才理解 原来真有这个事 你们搜搜李善长 李善长的地位在明朝的刚建朝代之前 比刘伯温的地位还高啊 那是很厉害的一个人 相当于建立明朝之后 寿勋 No.1 韩国公 就是是一个 是贵族 受爵位最高的 而且他的儿子 娶了朱元璋的女儿 儿女亲家 但是呢 但是他自己的亲戚 什么的 都是当当大官 是个大家族啊 他也知道后来跟朱元璋 朱元璋要杀功臣吧 他当然不愿意被朱元璋杀掉了 所以他早就告老还乡了 我不当官了 我就回家种地去吧 学刘备回家种地 那也不行 朱元璋身边有的是狗腿子啊 天天给他打报告 说他又谋反了 说他谋反 朱元璋最恨的就是谋反 大臣谋反那还行啊 就像今天习近平一样 谁跟习近平妄议中央 你私底下说习近平的坏话 你妄议习近平 你甚至想跟习近平搞点这个 搞点这个 把习近平恨死你吧 那你想李克强就犯在这个地方 性质有点像 从这个独裁者最后 他的这个猜忌之心啊 防止你夺他的权 这个方面跟李善长被杀啊 是有的一比的 但是你要说跟习近平说 李克强谋逆 大 这个好像 我都怀疑你这个 这这些狗腿子怎么造证据啊 造不出来吧 啊 而且这个 而这个这个李克强 胆小 胆小怕事啊 他谨小甚微的 他是北大毕业生当中的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他这个是具备的 他一方面有这个80年代的这个新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 而且最高的啊 啊 时代的特点 就是有一定的朴实 比较朴实 他给南大的同学讲南大的校训 也特别强调了朴实嘛 这个朴字 对吧 啊 就是他他自己也很朴实 啊 这是80年代的 啊 这个 大学毕业生 很多人有这个品质 还没有被后来共产党的这个官僚体制给 给污染 给腐蚀 但是他也非常金小甚微 有些事他就是浅尝折子 你比如讲他 他多次 多次啊 这个讲到这个 书商 啊 到一个小县城开个小书店 怎么这么难呢 啊 就说明人民通过 啊 摆个摊卖书啊 这个受到政府各个部门的压迫盘剥 就是人民 没有自由去经商 啊 这个自由 被中国共产党的政权加了好多啊 这个枷锁啊 就是这个每盖一个章就是一道枷锁啊 你得贿赂这些当官的呀 否则的话他天天查你的税 查你的卫生 啊 查你的火警 啊 你你就给你开罚单 你怎么整啊 你生意根本做不了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 毛泽东这个狗糙的 给中国引进的这个苏联体制 他本质上是反对人民做生意的 那么习 这个李克强对此 啊 非常清楚 他也知道处在他这个位置上 应该在哪儿使力 把他消解 我们80年代以来的这个所谓改革开放 什么改革开放啊 不就是放权吗 文革当中我小的时候记忆 农民卖个鸡蛋 卖个老母鸡啊 赚点钱都不可以啊 那那这电影轻松林里 那个万三大叔说 炒鸡蛋干什么 鸡蛋我们农民怎么能吃啊 我农民应该交给啊 交给政府 去让北京人民吃 去让天津人民吃 这是给农民灌束的这个迷魂汤啊 就是他妈的 农民养个鸡 那个鸡蛋农民不能吃 万三大叔也不能吃 得让城里人去 你说他妈的 这叫什么玩意儿这是 啊 总而言之 言而总之 人民的经商权 人民做生意的权利 是被共产党给剥夺的 每一个中国现代 80年代以来的改革者 都要想办法 把这个东西给他冲击啊 再把共产党加在人民身上的这架锁 再解掉一点 这叫放权 那我放权多一点 人民自由多一点 那人民就可以活了吗 人们就可以赚钱了吧 人们就可以发家致富了 就可以提供就业了 经济就搞活了吗 啊 问题是李克强这么做的时候 每一次都遭到习近平的抵制 习近平就给他否了 最后习近平通过设立小组的这种方式 就把国务院李克强 李克强总理的这个权给他化解了 李克强没实权了 所以这么个情况 但是李克强我认为 他他的反抗是非常节制的 非常有限度 你比如讲到这个卖书这个事啊 我上一个视频 专门给大家放了一段 那北京电视台 那在央视CCTV的网站还有啊 他们转载的啊 央视播的李克强总理啊 啊 关于啊 在北京啊 这个三连书店 有一个书店 大概是想在北京 开24小时不打烊的这个书店 这个事做过指示啊 他发过都是对的呀 那个做法结合他在2013年 在好几千人的干部大会上 讲经济学 讲到一个山西啊 某一个小地方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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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男青年啊 到北京来北京大学来听课 听出灵感了 觉得我要回家振行 我这个县城里的这个文化圣号 我在我的县城开一个书店 结果碰到了重重磨难啊 这个事知道了啊 山西那个事 由于他国务院总理这个啊 这个权力比较大 把山西领导吓坏了 山西领导康了四年 你们搜一搜啊 四年之后 山西省的领导 对这个事有响应啊 是比较积极的啊 就是照着 克强总理的要求 做了鼓励县城里的 年轻年 开个书 开个书摊啊 这个开个书店 我们鼓励啊 表面文章是这样的 实际情况 不知道 那么这个情况 在北京有没有李克强说话算数啊 有24小时的书店我不知道啊 我没有谁知道的给我给我科普一下 给我介绍一下 但是在上海 正好相反 上海是顶着李克强干的 你李克强鼓励 这个人民开书店 开书套 我他妈整死这些开书店的 所以我上一个视频专门从华尔街日报 大幅报道当中啊 把这个鱼秒啊 鱼秒鱼干钩鱼 秒三个水那个秒啊 这个老兄在上海开书店 遭遇官僚的打击 遭遇上海示威迫害 这小子逃了 逃到美国在福 现在住在弗洛伊底达啊 上海是想把这个人抓回去啊 你怎么在外国人跟外国记者说 我们上海 跟李克强总理顶着干呢啊 扣了他的老婆 扣了好几个月 那他老婆叫啥来着 老婆长得挺漂亮 后来上海还是怕外国媒体报道这个事 这个放他老婆出来 这个新闻是被我无意当中 读这个纽约克这个杂志 注意啊 10月23号的纽约克这一期杂志 有一个 有一个我们的老师 欧斯莫斯 欧斯莫斯写的一个长篇报道 据说灯在封面上 10月23号 今年纽约克 纽约克杂志 里面有一篇长篇文章 讲到中国经济的崩溃 那个擦图 你别看啊 看了之后 你今天晚上睡不着觉了 尤其是你有点资产的 有点房产的 你别看那个擦图啊 那个擦图太吓人了 纽约克杂志 那个文章当中 他讲了好几个故事 其中有一个故事讲到了这个 余淼在上海开书店 得罪了上海啊 这些官僚衙门在中国活不下去了 只好逃到魏国来 这个故事啊 所以我才知道 卧槽 余淼在上海开书店 这不是完全符合李克强总理的这个号召吗 为什么这个事在上海干不成啊 你能从这当中解读出来上海的领导人对李克强的态度吗 当然这是间接的啊 这是间接的 间接证据吧 如果我是李克强 我绝对不去上海去休息 我在北京休息 我回安徽休息 那我老家啊 我到定远县去休息 我也不去上海休息啊 李克强的真实谋杀犯罪动机啊 这个真正这个案子 他的终极答案啊 习近平不会公布的 习近平也不会配合提供任何直接的证据 你现在不是他通过王志安啊 通过什么石头记人把王案放吗 说是他第一啊 住在西郊宾馆 东郊宾馆 第二啊 游泳啊 涉及到游泳的段子 习近平绝对不会说啊 把监控录像啊 李克强在那游泳的照片放出来 绝对不可能 那他就是他不可能啊 这这就有点像这个刺杀宋教人之后啊 国务总理赵炳军和袁世凯 绝对不配合你啊 这就不配合 这是什么 这是由黑箱政治的本质决定的 因为我跟你透露一点真料 你马上就会有一百个其他问题了 那么没法应付你啊 你胃口越位越大 所以这个东西呢 官方的终极答案不可能有 啊 你涉及到去年二十大那个 呃 胡女涛被架出去啊 官方新华社不是第一时间说吗 是啊 对吧 他那个说法 也也是这这算五毛支持的一个说法吧 那么能够服众吗 能能解除大家心中的疑惑吗 解除不了 所以今天这个李克强之死 官方的终极答案是没有的 也没有铁证公布给你 你你爱心不信 他们就让王志安放一个 说游泳啊 淹死了啊 甚至说的很邪乎的说 那个那个拿着表在那看啊 让他在水里淹个五分钟之后 再把他再把他的这个啊 他的护士放进来 再救人 那那就那就不那就不过来了吗 这个说的反正是啊 挺惊悚啊 那这个至于李克强到底有没有游泳这一段 这个故事情节当中有没有游泳这回事 我都表示怀疑 为什么呢 因为不符合一个老人的游泳的规律 像我从小喜欢游泳啊 小的时候啊 小的时候这个这个这个同伴管我叫烟不死 我外号烟不死啊 见水就想跳进去 我记得游泳很少有上午游泳的 一般都是下午或者傍晚游泳啊 吃晚饭附近游泳 没有说上午 因为上午游泳太冷 第二个身体不舒服 你要说非得说他李克强10月26号 上午11点就去游泳 我觉得这个很怪异啊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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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节没办法合理的啊 解释 和他的死的关系啊 所以这个就是大家听听而已吧 那么这个答案在人民的心中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答案啊 人民群众心中有一杆秤嘛 所以很多历史事件 由于涉及到黑暗政治 暗箱政治 那涉及到政治阴谋 而且直接和国家的这个最高权力掌握者相关 那就没有真相了 这是个规律啊 就没有真相了 它将会成为一个永远的历史遗案 不会结案 这是我今天演讲的主题啊 我看看还有什么坚韧问题没有 邱拉说 团派人马再也没有人敢去上海了 这个事是这样的 李克强的情况比较特殊 注意啊 现在官方给他编这个 官方公布时他心脏病啊 有一定的说服力 什么原因呢 你设想一下你是你自己 在二十大闭幕会上 那个胡锦涛被架出去 胡锦涛走的时候 胡锦涛临决定配合 架出去 他拍了两个人的肩膀 第一个他先拍了习近平的肩膀 啊 习近平啊 转个分了 嗯嗯就知道 其实也没有说话 只是 四目相对而已 我估计那个场合没有机会说话了 啊 但是两个人有啊 有有交流啊 习近平说你走吧 你走吧啊 我知道了你走吧 甭那事你你甭管了 没问题没问题 啊 下一个 胡锦涛 千不盖万不盖 他拍了李克强的肩膀 哎呦我的天呐 你要说你想想你是李克强的话 你在那个位置上 这个胡锦涛的那个手拍到他的肩膀 是他一个跟登一下 我说他当时没有心脏病发作 我就佩服他的心脏 太强大 如果我在那个位置上 我估计我也得心脏病发作 他那一次 我估计就落下一个心脏病的病根 如果说李克强的生命力 我们用生命力这个概念啊 一个人啊 有生命力 我现在活到了60岁了 我还剩多少生命力 这个是模糊概念啊 不是很准确 就是我认为 在20大闭幕会议上 胡锦涛拍了李克强的肩膀那一事 导致李克强生命力至少减少50% 也说他一半的魂丢了 一半的生命力灰飞烟灭了 在李克强边上是汪洋 汪洋就更害怕了 还好啊 胡锦涛没拍汪洋 汪洋就在那直顶顶的 哦那天哪 汪洋生命力也得却掉45% 哦那个这个太恐怖了 那个那个场面 所以说他这个落个病根啊 一点不奇怪 因为他医疗条件很好 他肯定因为你心脏有问题 一测就测出来了吧 他的保健一色会提醒他 李总理 你最近的心脏 有点问题啊 有点问题要注意啊 要注意 但是如果他心脏有问题的话 他今年8月30号去敦煌 跟群众招手啊 爬 爬那个楼梯啊什么 他很正常啊 也很愉快啊 身清气爽 好像不像一个有心脏病的人 一般来讲 一个人如果心脏不太好 很多活你干不了 很多动作做不了 对吧 他好像不像 他这一不像 如果有人把它反映给习近平的话 那可就麻烦了 哎 习近平就是不爽 我认为这个是个 这是 这是分析他 招致 毒杀 招致这次凶杀的 一个重要的触发因素 提醒人家了 因为民间有 太大的 对习的 反对的 声音和民意 那习近平最怕的是这个 反习的这个民意 这个政治势力 集结在某个人的身上 那个推笔图里不是有吗 有一个叫功戴章嘛 有一个功啊 有一武士身戴功 这李克强也犯了这个忌讳 李克强的这个强字 左边是一个功啊 对吧 这个功字 也是在习近平 特别忌讳的 这个上面 你名字上当中带个功 不行 犯忌讳 这除掉你 那这个 这个讲的很多了 咱这个有点悬 推笔图这个有点太高深啊 咱们今天就不往深了讲了 有没有什么尖锐问题 邱拉说 8月32李克强去敦煌旅游 精气时日相当不错 对 相当不错 刺激了习近平 习近平最 不愿意看到的 就是那种镜头 还有他这个 今年三月份 他退出国务院的时候 讲的那个话 什么 人在干 天在看 这个 这个作为一个共产党员 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呢 什么天啊 我们共产党员相信天吗 这当然是一种悲情主义了 李克强 讲这句话的时候 说人在干 天在看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的高级干部 讲出这个话来 就是一种认怂失败 无奈的一种表现 他这个心情啊 和赵紫阳的晚年是有的一比的 大家知道晚年赵紫阳被这个囚禁 被这个软禁的时候呢 那个时候有的时候老朋友去可以去看他 有一次姚建復先生就被获准去采访他 到了赵紫阳家就问这个问题 就问他 就直接问要害 说紫阳先生你 你 你当年5月16号 你为什么非得说那个话呢 这个是解开 1989年 这个赵紫阳跟邓小平这个关系决裂 以及这个 八九民运从一个和平请愿到 血腥暴力镇压 变成一个国家的悲剧 无有一个是赢家 这么一个结局 这是最关键的一个问题 你当事人 你5月16号下午 接见哥伯乔夫 你为什么非得说这个邓小平的事 赵紫阳被姚建復一问就问到了 赵紫阳就是 赵紫阳转过身去 望着窗外 他不敢跟姚建復先生四目相对 待了好几分钟 也没有转过身来 就跟姚建復先生说 说了一句感慨 那个感慨我就不说了 就有点像李克强 李克强讲这个人在干 天在看的时候 他是对着好几十号人 这些老同志 国务院 直输机关的那些同事在说的 大家都熟人在那说 说都是还轻松一块 还笑呵呵的 他是个很轻松的说这个话 当然这个话是宿命论 不可知论 唯心主义 共产党员不能说这样的话 那是赵紫阳也说 赵紫阳就是类似的心情 类似的意境 讲的是另外一段话 是孔子的一段话 这共产党员也是 对那种话也是不屑一顾的 虽然说我们非共产党员 可以认为这个话代表着某种哲理 代表某种这个 甚至信仰 因为我们对很多事情 宇宙人类 很多事情是不可知的 我们的智力 我们的经验都不够 我们搞不清楚 孔子说 时也 运也 命也 很多事你努力了 你想干 或者说 干不成 也不能说你没努力 就是 时也 运也 命也 这是紫阳先生 对于自己 政治 失败当中的一个反思 这个反思 我认为 我认为还没有切中要害 他可能在当时还没有足够的勇气 去自己面对自己犯过的最严重的一个错误 这就是共产党员啊 由于自己的失败 被更坏的人战胜之后 自己的一种无奈的心情 这个东西在咱们中国文化当中很容易引起共鸣 因为大家从小就背嘛 这个也确实不是很积极 无助于帮助我们找到正确的奋斗方向 行 我今天先讲到这儿 李强也带工 哎呀 你说这个话 你不把李强给吓坏了 是 谢谢大家 再见 祝大家周末愉快 觉得好的 也要想办法这个帮我推广一下 点个赞 再见